机车无法发动是许多歧视在日常使用中都会遇到的困扰 而这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电池损坏或是电瓶没电了 正常的电源打开动会有指示灯会亮 这台是已经没有电了 所以按下去连方向灯喇叭完全都没有声音 电源开关是有开的 这就是一台没有电的车的情况 有民众在脸书社团po文表示自己机车没电 来到车行请他们帮忙处理 等了三十分钟之后充完店去结账时 店家居然收费一千元让他当场傻眼 只是一开始没有先询问好价格 所以当下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 要老板跟我讲要换电池我就马上换 在我的机中电池向老板跟我换 我记得是足足百千元 云炮表示后来询问机车行的朋友 才知道原来电瓶充电收费三百元就已经算很高了 结果自己被收了三倍以上的价格 认为这间机车行根本是黑店 但是店家严正驳斥是原po的电瓶早就坏了 这个是他昨天来换的 假设好布 布大电所发的是没有反应的 实际回到当时机车行 店家用仪器测量当下发现问题 直接帮他换新的 也表示新电瓶本来就要先充电三十分钟 民众却误以为只是旧电瓶充电三十分钟 就被收费一千元 你就是没电来嘛 那因为你电池太旧老化了 所以没办法充电 店家表示民众如果只是要让电瓶充电 四个小时只会收一百元 而且新的电瓶夹水进去以后 要先禁止再充电 这样寿命会比较长 这回事双方没沟通好才闹乌龙 不过消费前最好先确认好价格 才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东森新闻萧化名 赖维如刘冠奇桃园报导